大世界像舞台 我也可暢游异光 风景看像至今生 为何在宇宙外独行 花生有 不爱出走 出游沟鬼头 窮游也风流 好,回来了 刚才我们都说了北海道这么多地方 是时候都做一些深谷 未去的地方 Julian 因为未去过 所以没说到 但是 我觉得Julian 给了很多 认识到很多 旅游书里面未必认识到的地方 虽然我们没去到鹹盘 没有说鹹盘 没有说富良 但是你说网酒 说村路 这些地方 其实都相当吸引 是啊 其实 可能有很多人去北海道 可能他们 我不知道大家是抱着什么期望 我们经常都这么说 我们去旅行 就希望拿回一些东西 当然不是说要拿回那里的东西 就是说 我们的经历 我们去拿了什么的经验 而深深地印在我们的脑海里面 譬如 我会分享 如果你去北海道 你会拿到一种 如果你冬天去 你就会拿到一种 在北方生活 那种困难 原来特别是对我们香港人 我们香港人 我们脚步很快 但是如果 当你一月份 冬天去到北海道的时候 你是快不到的 因为 为什么呢 因为周围都是很大雪 周围都是 完全是 你看不到马路 看不到路 特别是在乡郊的地方 可能你在乘房 因为它有铲雪车 铲了马路 但是如果你在乡郊的地方 你是完全看不到路 全部都是铺滿了雪 儘管你在乘房也好 有铲雪车 帮你铲了雪 也好 其实你个人都行不快 为什么呢 因为原来路上面 是铺滿了冰 大家记不记得 大帽山事件 那些消防员 和那些攀山者 都会滑走 因为原来就是 当在这种北的地方 生活的时候 他们那些路面 很多时候都会 结冰 所以呢 我们走的时候 是想走得快 都不行 有时对于香港人来说 很不习惯 我初初去的时候 我会觉得很不习惯 而且是常常会善低 所以 这个是 给大家一个体验 在北方生活 原来我们一切都要放慢脚步 原来放慢脚步 有另一个景象 因为原来我们在香港生活的时候 就不太快 原来身边很多东西 我们忽略了 看不到 但原来 在一个这么冷的地方 要逼着你走得慢的时候 你就会留意很多身边的市民 是的 细节 这些很细节 其实可能很简单 就是 无论你在北海坐巴士 和在香港坐巴士有什么不同 你在北海吃东西 和在香港吃东西有什么不同 因为 其实大家 一来文化不同 二来就是 因为那里太冷 很多事情 不像我们在香港这样做的 所以你去到的时候 你会感受到 或者去观察到 人家 原来 我们 为什么人家走得这么慢 我开始说 原来因为 地下很多兵 很不稳 所以我们一路走 就要走得很慢 譬如去吃东西 去吃东西的时候 为什么大家 进去 要坐得这么迫 原来 大家都很勇气 因为大家都穿着很厚的衣 当然 日本有很好的设施 所有餐厅 是有些地方被人掛衫的 你在香港可能未必看到 其实这些很小的细节 在一些很北方的地方 在日本 甚至可能其他北方的地方 在香港感受不到 所以 为什么我们去到北海 我经常都说一句说话 就是 我们真的要用心 去感受一下 人家的文化是怎么样 生活是怎么样 绝对要 所以 在一个这么冷的地方的时候 我们香港人是很不习惯的 除了温度不习惯之外 原来令到我们整个生活 很多人都要放慢脚步 很同意 如果你说最冷的地方 我自己的经验就是去北京 尤其是 零下十到十二十度 的时候去北京 其实真的 是 当你冷到 绝对都缩住的时候 你就会明白 这个感受 其实我又分享 如果最冷 刚刚Anthony说 最冷在哪里 我最冷的经验 都是在北海道 我刚才说过 我去北海道的其中一个原因 就是去村路 去拍摄那些丹顶行 我记得我第二次去的时候 正值得撞到 其实它是有个大风雪 刚刚大风雪过后的几天 其实天气仍然很不稳定 当我在拍摄的时候 为什么这么冷 我明明穿够衣服 因为我有个经验 我记得我有个经验 我上次也是穿同样的衣服 为什么这次这么冷 因为在那里 因为我不知道 原来我查询 当时的气温 那个地方的气温 是零下三十度 为什么呢 因为它是在刮大风 还要刮大风 是啊 但是刮大风也很有趣 我拍摄相来说 那些丹顶行很脆的 它们会利用风势 把自己吹起飘在空中 在那里玩风 很有趣 但是我在那里很有趣的时候 就发觉自己很冷 在两个拉斜之间 然后就觉得不行 你要回到避寒车那里 躲一躲一躲 因为实在太冷了 原来当时穿的衣服 虽然是穿得很足够的衣服 那风一吹起来 原来是穿透了 你会觉得自己是没有穿的衣服 特别是一条褲子 我已经穿了一条滑雪褲 你也有Anthony那种感觉 很接近这个 是啊 但是如果你说拍丹顶行 真的很漂亮 是啊 如果我们看北海道的丹顶行 尤其是你去到王昏的时候拍 哇 是有很多体态可以拍出来 好像那些国画 其实是 你看到这么冷 所以那些丹顶行 就永远吸引着你 所以吸引到我 忘记了有多冷 只不过 我什么时候发觉很冷 就说 为什么我按不到相机 不是相机不行 是我的手指 好像没有了感觉 冷到没有知觉 那些手指没有了感觉 是按错了另一个位置 那不是shutter 那当然是没有反应 原来是按错了 所以才知道是冷 但是很难得的 因为你去到零下三十度 其实很多相机 攝影器材 都不行了 是啊 如果真的要去拍照 如果大家真的想去拍丹顶殼 我会建议别人 第一 你要自己穿上衣服 你要长时间暴露于室外 如果有南天白环 有太阳的 这个天气就很棒 很棒的 虽然冷 可能是零下几度的时候 都没问题 你可以站一个小时 都不会觉得很冷 但是如果没有太阳 甚至如果刮风的时候 那种风就会很厉害 我猜是很难形容的 而且香港人是不会试过 那种赤痛到要走的感觉 所以要自己穿多些衣服 第二就是相机要穿衣服 其实如果拍照的人都会知道 例如在野外或雪地拍照 你的相机也有件衣服可以穿 可以包住相机 当然你用的相机 要比较专业级的相机 甚至最顶级的相机 因为最顶级的相机 那些内涵程度会更好 我们经常说一仔机 那些是不同的 是两个世界 和一般的相机 可能你的外表不觉 但是其实内涵程度很好 为什么呢 很简单 我自己在拍照相机 OK的 没问题的 一路整段时间拍都没问题的 接着我拿过手机出来 我拿过手机出来 想拍一段视频 拍那些小鳥在叫 那一拍到 都没够十秒钟 整部相机关掉 接着怎么关掉 接着又按开 再来一次 接着又是不够十秒钟 整部相机关掉 而很简单就是 凍个头 因为凡是一凍 你的电池不功能 就会令到你的器具不成功 所以 无论在你的人上面 或者在你的器具上面 都要有适当的预行 但我想问一下 例如去拍的丹顶壳 是不是真的要冬天才在 还是去雪面 其实夏天都有 只不过为什么 那么多人会冬天去呢 因为冬天有景色漂亮 好像仙境 是的 如果夏天去 你就会看到他站在草地上面 就不是站在雪地上面 如果我们一说丹顶壳 大家都会想到 在雪地上 有些武器 那些丹顶壳都在跳舞 大家就很想摸摸那个时刻 所以大部分都会冬天去 其实夏天都有丹顶壳 你那时候站在那里拍照 其实你到处有没有其他摄影的朋友 有摄影朋友的 我去过两次 周围都有些摄影朋友 有些很专业的 也有些不是很专业的 我想知道那时候你戴什么镜头去呢 其实我戴了两支镜头 影殼就用了两支镜头 一支就是八十二百二点八光圈 八十二百二点八 即是这个是舊 你是用Econ 我用Minota的 Minota年代 我这些是舊镜 十多年的那支镜 我还有一支叫五百反射镜 就拍一些軟的镜头 那种波波的镜头 拍一些波波的镜头 更加浪漫 那些有空分享 那些照片出来看看 好 就是我们可以拿来做feature pick 这个是 很漂亮啊 如果你说要有雪地才有那种特别的景观 是啊 就是等候 等候黄昏的时候 日落的时候拍照 哇 你后面 就是有一个叫做 鹹蛋黄的日落 那样 然后呢 它曬到整个 地平线啊 都是那种漸变的红色 再拍下来那种雪地 那种又白又红的那种漸变呢 是呃 是非常漂亮的 就是这些 大家如果说上 上网可以看到 但是如果你说 啊 就是你说下雪 尤其是小小雪 那样飘下来呢 你拍这种丹顶学呢 就是有一种 呃 怎么说呢 就是有一种 大师傅在雪地 打功夫的那种感觉 哈哈哈哈 你会觉得这些丹顶学很优美 而且丹顶学有一种 国画的美 是啊 就是我们以前常常知道 就是说 看一些国画 都以丹顶学为题材 那种线条是挺特别的 你看到他们跳舞啊 尤其是两只颗在那边跳啊 其实好像在那边交溝 其实是的 他们在那边交溝 这些都是不奇怪的 有些丹顶学 就是那个 是不是所有丹顶学的颗头 都是红色的 其实都是 那些成了 就是成熟了 那些成年人 成年了 就会红色 那些小的那些 那些BB那些 就不是红色的 就是啡啡的色 但是它红色的那些 有没有分黏和红色的 我没有的 一律都是红色的 是 那为什么我刚才说 雪地拍丹顶学那么重要呢 那确实是 就是这个 很多丹顶学的国画 都是用雪地 来做一个背景的 你说陆游游的草地 不是没有的 但是你不会拿来画国画 哈哈哈哈 其实我们看到 就是说水墨画 是几筆的 如果你是很简单的 黑白可以交到整个意境 之后是雪地那种意境才可以交到 你不会说 用那种毛筆 你可以画到那种 绿油油的草地 画得出来 那这个很 有油画 哈哈哈哈 是很漂亮的 真的很漂亮 那就是 如果 如果 你自己有些照片 都可以 给我们做feature pick 哇 真的很漂亮 尤其是落雪的时候 这张 我不知道这张是画还是照片 已经是去到 我看看有没有exit file 真的很漂亮 真的很漂亮 这张照片 尤其是落雪 慢慢飘下来 那张是照片来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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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บ Lego 那张看来的 那la 那 那 这是 那 是 那 那 好像 这 這次沒有overrun 這集差不多了 其實北海道Hallman都去過 只不過最近找錄音 都很難遇到他 其實他上班都非常繁忙 希望下次他可以補充一下 Julian 你自己的portfolio 有什麼地方可以日後和我們交流一下 先賣個關子 賣個關子 其實我有一個地方很想和大家分享 就是加拿大 加拿大好 很多人會覺得加拿大 你又去過洛基山脈 加拿大哪有人去旅行 去退休而已 其實我很喜歡加拿大一個地方 叫灰北黑 其實這個地方 我也是早一兩年去的 我很想去這個地方很久 因為這個地方有一個很特別的文化 就是他講法文 去到全部講法文 你不要跟他講英文 他們連文化也都學了 他真的是法國人 對 確實是法國人 我記得以前讀書的時候 我上了一個French course 那個Tilter都是法國 都是從Cubeck來的 但其實他是 成為法國人 他們甚至乎 比一般的法國人更法國人 你身在異地的法國人 其實是更加重視自己的 National Identity 即是好像南洋的中國人 甚至加拿大的中國人 都比中國的中國人更中國人 是啊 一點不奇怪 所以這些就是 西市就是這麼諷刺 其實就是 今集就差不多了 其實下個禮拜 我想都是 Break a break 我想 不要日本住了 不要日本住了 雖然日本有很多話要講 上一集也講過 日本之所以精彩 就是因為 尊重不同的地方差異 正正就是因為這樣 所以才 很多話題都講不完 所以就留下一次 下次 我還可以講關西 關東 東京 我還沒去過 下次就可以 其實我想約Sam上來講 因為始終是火燒萬世橋 講日本文化 講很多 我覺得他講才夠權威 其實都是 看看下次有沒有機會 約到他 加拿大都可以講 加拿大其實 這麼地大蜜蜜蜜的國家 一定是有段時間講 所以我剛才只講灰北黑 我不敢講加拿大 因為實在太大 太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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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今天時間差不多了 大家如果有什麼特別的體驗 都可以 PM我們 PM我也可以 PM這個page也可以 我發現PM page的人 很多都是 未必是花生台 自己的人 不是花生台的 usual的聽眾 其實這個是好事 因為 懂得聽花生台 聽得久的人 就會直接PM我 我覺得這個也是 這個也是 這個也是 這個也是挺好的 證明了我們的節目 其實是很多生客 開學到新的客人 是啊 Julian她當初也是這樣 是啊 不知道下一個又是誰 好 我們就 後面有人排隊 我們逐個聯絡 希望大家 如果有什麼 特別的體驗 都不要介意 send message 上來 好了 今天的時間差不多了 拜拜 拜拜